1. 更新Round Tower构造函数 以接受另一个整数参数Val Floors作为楼层数量 将其置于Residence之后 2. 运行您的程式码 在Main方法中创建Round Tower时出现错误 因为您没有为Floors参数提供数字 您可以添加缺少的参数 3. 在您的程式码中 在Floors声明后添加等于2 以为其分配默认值2 4. 运行您的程式码 它应该能顺利编译 因为Round Tower括号4 现在会使用二层楼的默认值创建Round Tower对象实例 5. 在Round Tower类中 更新Capacity 用之前的值乘以楼层数 6. 运行程式码 请注意Round Tower的可容纳人数现在为8人 2层 多久准备